從2024年1月1日起,加州的酒類價格會有所上漲 原因是酒瓶會被納入加州CRV稅的繳納範圍 消費者需要支付更高的費用 今年起,加州擴大了飲料、容器、回收計劃 居民可以通過回收酒瓶或飲料瓶兌換現金 CRV稅是加州回收價值稅 消費者在購買玻璃、合裝或代裝的酒類時要支付這筆費用 然後根據評判上標注的地點進行回收可以退還這筆費用 每個24盎司或以下的酒瓶和果汁瓶可以退五線 超過24盎司的可以退十線 代裝或合裝的葡萄酒和烈酒可以兌換25線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男的程式 旁定 都在那邊 、他在某場 好 他